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计程车都不准开窗户 山地飓风重创纽约 除由外泄污染水源全程泡毒水 北方冰封报又报道 美东北部投票日寸步难行 苗栗偏远山区医疗资源缺乏 奸商卖保健食品价格乱风台 台湾医疗初走潮 一届五大接空 今夜的调查报告 好 一点串的消息 我们首先来看这公务员能够有多混呢 今天晚上最新的消息 民众报的料在基隆市暖暖区卫生所 一位中性客员 从今年的1月到9月间 应该上班189天当中 他只上了73天半 那么其他时间不是请假 就是洽工外出 我们记者今天就到他的办公室 结果发现他又请假没上班 考生挤破头 就是想考上公务员 但现在基隆市暖暖区卫生所 竟然被民众爆料 有科员上班爱来不来 甚至到班率还不到一半 在我们的额区 可是他那时候并没有来我们这边上班 他是在本部上班吗 对 他是在区区 他是这边的区就对了 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也是区区人 所属的卫生所极力撇清 看看被爆料的科员 办公以上空空如也 事件爆发的当天 一样又请假没上班 而根据市议员韩良琪所统计的 证明中性科员 从今年的1月到9月 应该要上满189天的班 但实际上只上了73.5天 另外还请了12.1天的假 最夸张的是 光是公式外出就占了103.4天 如此的到班率连同事都很傻眼 将会不会带来你们本身 我们卫生所都有一些人力的不同 多多少少会 对 因为毕竟科员有科员的工作 那变成说我们还是要帮忙 分担这块工作这样子 目前阵风处已接入调查 也承诺如果矿纸属失将会处罚 只是购物人员行资优 上下班竟然还如此自由 也难怪民众会粉痕不平 三雄林俊华基隆采访报道 好 公园混水摸鱼 如果还有官商勾结呢 特别是劳退基金这么辛苦的钱 被拿去乱炒作 因证炒股案安泰投信 前副总经理谢清良 涉嫌内线交易 让劳保还有劳退基金 亏损总计将近2亿台并 那么除了是不肖操盘手之外 现在更惊爆了 四大基金操盘 有台面下的按盘回扣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台面上有千分之三的 这个手续费 那么这个叫台面上的 另外一个台面下 Undertable的呢 是千分之0.7 刚刚那个哦 那个钱呢要当回扣 说呢上级单位有人要 这到底是谁呢 真的要查清楚 说是被政府单位给A走了 好 我们就以这个600亿元的 一个退补基金来说的话 那么如果把这个千分之三 给算进去 恐怕呢 我们光是那个台面下的 那个费用就被坑走了 有4200万 这样的官商勾结 是不是要赶快 把它给揪出来呢 偏偏之前有人在调查 结果却是不起诉处分 好 就是这位安泰投信 前副总经理谢清良 他涉嫌内线交易 用人头炒作太阳门 个股营正的股价 那么造成安泰代操的 劳保跟劳退基金 分别被坑杀 那么加起来呢 已经超过了2亿元 结果呢 现在所爆出的官商勾结 立委罗书磊爆料 今年6月 其实金管会就已经查出 谢清良等人 违反内线交易 没想到被北检 给起诉之后 今年10月 竟然是以 并不起诉签结 立委就痛批 法斯大基金 押在诈骗集团上 这检方还这么的官官相护 带你来看 营正公司的股价被以人头账户炒作 造成安泰代操的劳保和劳退基金 竟然惨赔上亿元 营正的前身 汉唐集成董座王彦群 今年4月涉嫌掏空 检方以700万元交保 母公司出问题 果然子公司也无法全身而退 今年7月检调又查到 现任营正玉顺董座陈友安 一样涉嫌掏空内线交易 最后以300万元交保 但检方查案到头来 似乎轻轻放下 难道真有官商勾结 用人头账户在操作股票 已经很严重了 违缓的内线交易 那为什么用背信给他移送 那我们地检柱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用什么 就不起诉除分 签结 那就很明显了嘛 这就很明显就是一个勾结嘛 我们金管会放纵 那我们的地检柱也配合 看看金管会的公文 今年6月28号早就行文安泰证券 要求解除副总经理谢清良的职务 就连凯基投信的经理人彭国新 和德胜安怜的经理人陆宗贤 都因为违反证券投信法 涉嫌内线交易 应该要解除职务 没想到检方今年10月签结 全案不起诉 被质疑官官相护 如果有官商勾结 我觉得马上除了谢清良之外 要抓住户后的场景人 要移送法办 政府基金的处理 如果用这种草率的态度 对于所有军公教人员的棺材本 用这样的态度来处理 是全民都无法接受的 金管会早就查出四大基金明明 代操违法 检方却不再追究到底 再度凸显马政府 把人民的血汗钱 全押给了诈骗集团 3D新闻白帅杨上千 台北采访报道 而这个政府有多么无感呢 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案例 这是市售包装米品牌金吞米 是业者自行去检验 竟然发现他们的商品 农药的残留已经超过标准 这里头是含有扑面松 还有赛达松 好 还有这样的农药 到底会怎么样呢 好 小朋友的话 会有够动的情况 那么成人说会伤肝 而孕妇会伤到胎儿神经 那么总共现在有750万公斤 恐怕已经被消费者给吃下肚了 好 这个影响很大 那么业者在10月30号 紧急通知三大量饭店下架 也回收了12万公斤 但是因为已经有750万公斤的米 可能被民众吃下肚了 而主管机关却直到现在 都还搞不清楚状况 甚至连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 都说没有厘清 被质疑动作真的是慢半拍 那么这个没查到呢 就说是刚好漏掉 这要不是业者自己去送宴 还真不知道有这种情况呢 等你来看 从机车后座拿出只剩半包的金吞米 消费者急急忙忙到卖场来退货 我长期都是吃金吞米 现在不敢吃了 金吞米业者自行送宴 原本说宴出农药扑面松和赛达松 残留料超标 下午又紧急发声明稿 澄清一切都是口误 其实残毒是陶丝松和杀菌剂对 农委会晚间紧急召开记者会 挽救市场信心 其实10月31号紧急通知卖场下架 三大量饭店回收12万公斤 不过走一趟坊间杂粮行 竟然有店家还在贩售 怎么会发生毒米事件 厂商表示问题米是今年收割的一起到做 因为病虫害还有红米等因素 农民为了抢在台风前收成 加重施药量 却没有等到21天安全采收期 所以才会出包 而这类农药吃下肚 不但会导致幼酮过动 神经失调 严重还会肝功能异常 整体事件到底是谁的疏失 从10月19号 业者已经验出有问题 却拖了十几天 直到31号才通报 处理过程有瑕疵 农委会却还没全盘掌握状况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资讯都非常的混乱 如果业者没有办法提出合理说明 对于消费者造成的恐慌 以及国产米造成的损害 我们要业者负起责任 市售包装米成了三不管地带 要不是厂商自行送宴 恐怕根本没人知道 主管机关疑似反应慢板拍 拿全民健康开玩笑 三新闻 廖教育是李国白乔英台北也看不到 好 现在是官方要业者负起责任了 另外呢 这马总统要不要负责呢 他之前不是说如果633证件跳票的时候 他就要捐出一半的薪水吗 这633早就跳票很久了 他总是不捐 那么前几天行政院长陈冲还帮他挂波警 他说呢 总统捐出的钱早就超过半薪 没想到真的被马总统打了一巴掌了 因为总统府发出新闻稿说 总统根本没说过要捐出半薪 这叫陈冲如何自处呢 所以你承认总统府是反驳 你正式在立法院院会的答案吗 我是有请教过总统的事情 何时 因为报纸他讲很多的事情 何时 你什么时候问过总统 民进党立委质询到底府院关系 有没有声变 因为总统陈说要捐出一半的薪水 马总统没回应倒是有人抢先答 行政院长陈冲就在三天前 面对立委质询 站出来泪停马总统 我也跟马总统请教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听报上有媒体这样报道 总统说他实际上他每年捐款 超过他所承诺的薪水的办法 陈冲拿了理所当然 没想到总统府发出声明稿 对民进党提出的捐薪议题冷处理 还说总统根本没说过 自己捐款的金额超过薪水一半 马总统从来没有说过 自己的捐款金额超过薪水的一半 马总统常年捐款的习惯 大家都知道 那么马总统也不会因为 外界不时的污蔑而有任何的改变 总统到底捐了多少钱 府方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这一打 似乎当场让陈冲没了台阶 总统没说过的话 陈冲抢子打枪 但这一枪也成了枪霸子的枪 捐钱就经济 反倒让比嘉人互相踩脚 三连新闻 刘比嘉人民院 台北台风报道 那台湾为什么又会变成盖帮之国呢 来看这位鸡师拍下的桃源机场 滑行到惊人的画面 原来肩负国门形象的桃鸡 看起来镜像是个大补丁 明明才刚修补 但跑道的品质却还是很差 这名鸡师呢 就以宛如降临到盖帮之国来形容 客机才刚降落 旅客却在处立滑行间感受俱乐摇晃 原来不是机长技术不好 而是因为桃源机场跑道有问题 黑一块白一块一直绵延到跑道尾 没看错这正是桃鸡填补坑洞的惊人杰作 跑道俨然像块大补丁 乍看下跟盖帮的衣服 和技工的服饰有得拼 照片是一名资深的机师拍摄 他还以降落桃鸡 向降临盖帮之国的替照片下了注解 而旅客看了 则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这样子说实在话 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飞行的安全 国家门面像大补丁那也这样 这得归咎桃源机场 从启用来 跑道施工就是使用水泥坐底 熟称的刚性跑道 但现在跑道出现坑洞 桃鸡竟然是哪有弹性的利心填补 别说刚柔并极 反而还补出问题 所有的这个 那个等于跑道滑行道的运转的顺畅 用这个关闭滑行道 跑道最短的时间 就最有效的功法 跟最可靠的材质来做一个施工 事实上高龄已经有33年的淘机 跑道早就老旧又过牢 坑洞不断 加上机场的南边 滑行道紧一条 没有替代 只能边补坑洞边使用 才有这补丁器官 尽管机场表示 目前已经分五阶段 进行跑道整件 从去年已经开始进行 只是便宜行事的后果 不仅让国家门面很落散 航空人士更忧心 剧烈摇晃会影响飞安 拿割破金融人来说 华航长龙过去十个月 补台费就高达1800万 淘机力拼服务品质停升 尽管最近有成绩 却因为这张补丁照 坏了好事 三连新闻 林宏宇 陶运报道 好 再来看事关中国新一代 领导人接班的中共18大会议 11月8号下个礼拜就要登场了 不过在这个前夕敏感时刻呢 中国透过媒体宣布 他们自行研发了第二款五代隐形战机 歼31已经升空试飞成功 让中国成为进美国之后 第二个拥有两款第五代战斗机的国家 中美军事的竞赛 擦出了浓浓的火药味了 好 我们来看呢 这次试飞的就是这一架歼31 代号叫做无音 是中轻型的攻击战斗机 日后的改良款可能专为 这个航空母舰设计成舰载机 那么外形上呢 它被嘲讽 说是F22加F35的山寨版 那么由于它还在试飞的阶段 造价是还没有公开 那么右边这个呢 就是美制的F35战机 代号是闪电兔 那么同样也是中轻型的攻击战斗机 它的造价是1.5亿美元 很贵 但还不到F22的一半 目前包括英国 加拿大 澳洲 以色列等国家都采购了 日本也想买42架 主要就是想平衡中国另一型的歼20战机 台湾也想买啊 但是受限于美中台三边平衡关系 目前是没有定案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最厉害的就是这个了 这个是F22猛禽 它的特点是可以达到超音速巡航 造价高达了每一部要3.5亿美元 由于太贵了 连美国本身都不见得能够负担得起 使得它在2011年停产 成为美国时尚生产周期最短的战斗机 那么相对的呢 中国就说他们有这么一款重型 逆宗战斗机 就是歼20 它的造价只有F22的三分之一 那么中国宣称了歼20 是他们完全自主创新 但也有传言说 它的逆宗涂料战术 技术是来自一架 美军被击落的F117的残骸身上 而且它是不是也能够像 F22具备那种超音速巡航的能力 更是受到质疑 那么现在呢 中国在18大前夕展现武力 要告诉世界说东方它是最强的 说可以跟西方的美国并驾齐驱 真的吗 带你来看 中国海军北海舰队首次大规模 附近太平洋练兵 浩浩荡荡出动多艘舰艇 甚至实弹开火 动无威吓 意味浓厚 目标主人情入洞 距离11点 航速九军 开火 不 不 不 中国北海舰队模拟炮击 敌方目标 高调宣示 作战能力提升 编队通过连接中国东海 和太平洋之间的重要航道 宫古海峡 更有如一场海上阅兵 加上近来不但派遣海舰船 巡航钓鱼台 刺激日方之外 还要挑战美国的军事龙头地位 目前的这个 得以说它的防空任务还是很重 特别是面对美国的这个压力 殲-31就类似于中国的第三代战机殲-10 就是它以这个夺取之空间为主 能够躲避敌人雷达 中国首次披露第五代最新型隐形战斗机 殲-31是非成功 由于目前全球只有中国和美国具备研制能力 等于要让国际社会清楚 中国军事地位坐而望一 差距追得更紧 它重量不要轻 而且是中型战机 它应该会上舰 由我们中国这个航母目前建造来说 未来二年应该还会再建三到五艘 从远洋出征到夜间扶晓初级 近来中国各地军演平平 陆海空总动员 随着十八大倒数逼近 中国秀出更多的压箱宝 显示国本雄厚 也向世人宣告 尽管改朝换代 却早就做好准备 延续政策 让子弹飞 散灵新闻 监水会报道 而为了这个中共的十八大 伟安工作比以往更为严密了 结果现在传出了中国沈阳 有一位53岁的警察 为了十八大 伟安连续工作超过30小时 导致了心脏病发过劳死了 使得十八大遭到中国网友严厉的抨击 网友就说中国社会越来越不稳 官方只能够以超乎想象的规格 来维护十八大的安全 所以就嘲讽所谓十八大保安 根本就是斯巴达的保安 好 到底有多夸张呢 好 下个礼拜十八大要登场 结果公安不时地在街上巡逻盘查 还出现了让很多人提效皆非的禁令 例如鸽子不准飞 还有你遥控飞机也不准卖 就连计程车后座的车窗都不能够打开 那么问奖就把这个就是车窗的摇手 有没有 就把他给拆掉了 就怕有这个乘客把车窗打开 怕什么呢 就说怕有人会突然把车窗打开 把这个反政府的传单给散发出去 带您看这样的现象 这边炮火隆隆 那边追错了一堆观众 十八大登场前季中国掀起古红色 火热 推过红军斗争历史 共产党的革命圣地陕西延安 差点没被管管和他朋友 咋能让咱们中国更加强大 不要让那个外部师的欺负我们 花点小钱就可以亲自加入 体验模拟版的国共会战 甚至还有山寨某主席跟你握手合照 迎接十八大 表面看起来欢欣鼓舞喜洋洋 其实北京街头气氛超速杀 公安四处巡逻盘查 汽车护车箱也被返回来看 这次跟十八大相关的驻地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件措施 更重要的是所有途经 长安大街所有的公交车 都必须要关上窗 以防乘客从车上开始往下丢传单 禁止乘客开窗户 据说是为了避免有人散发 反政府魂宣传单 网络上甚至还出现了这张乘车协议 上面写着为确保十八大顺利召开 尽量避免经过天安门等重要地段 如果经过重要地段 必须关好车窗 车门必须锁死 让人看了啼笑皆非 而且现在连遥控飞机都不需 不只卖遥控飞机 原因也是怕有人借此散发 反政府传单 因件十八大 北京全程戒备草木皆兵 绕民于否 从来就不需要考虑 而今天礼拜五深度的调查报告 我们要来看台湾的医疗环境 那么首先来看苗栗县诗坛乡 这边地处偏远 没有诊所 平常乡民看病都得就进到卫生所 那么上个月医生离职了 那么支援来的医生 一周只有三天 来看诊半天而已 民众就觉得很不方便 结果呢 就不效业者用几点送日用品 以掠师小会的方式办说明会 吸引老人家上门买健康食品 不过这些健康食品成本一千七 但业者却卖到九千块钱 真的是大赚老人才 那么这些呢 提醒观众朋友注意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医护大逃亡的现象 今天的三例调查报告 我们要看台湾医护大逃亡的现象 根据卫生署的统计 去年台湾医院护理人员离职率达到了20% 远高于历年平均16、7% 而护理人员短缺的现象 又逼使全台医院降低一成的病床数 影响病人就医的权利 还有台大科文者医师开设的 外科重症医学课程 130名学生只有三个人选修 为达最低五人的开课标准 所以停开了 医界有所谓五大接空的现象 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和急诊 这些攸关老百姓身体健康的五大科 成了医学院学生讨治夭夭的科别 究竟为什么呢 工时太长 医病纠纷多都是主因 我们先从台湾医护、泪倒、致死的案例 开始看起 白宝不老 白宝不老 病人不老 病人不老 以下叫你上夜班 以下叫你上白班 他用这么多资源 再陪一个医学生 他就这样走了 2011年4月27日 在陈大担任实行医师的灵性学生 被室友发现陈师在宿舍厕所内 怀疑很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值班导致过劳死亡 家属到立法院成亲时痛哭失声 他的值班的频率不可以超过三天一半 我哥哥现在就是三天一半 他前一天就值班超过36个小时 他就是值班这么久 救人性命的医师却救不了自己 还有白衣天使也因为疲累不堪 跟着折医 今年4月 在网路上流传的这张照片 只见趴在桌上 左手打着点滴的不是病人 而是护士 24岁的年轻护士 已经发烧 确认坚守钢位 但他却不知这时的自己 罹患子宫颈癌末期 照片曝光20天后 年轻护士不致死亡 我们几乎每个护理人员要上班 必须要掉点滴 是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的人力 就是人力不足导致的普遍的问题 过劳死亡的案例 接二连三的发生 追究主要原因就是人力不足 想从事医护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而本来就身在其中的人 更是拼了命的想逃出来 2022年5月 在脸书上出现了十篇爆炸性宣言 我为何最后决定放弃外科走医美 掀开一届的窗吧 你要背一下这些数字 身为一个外科医师 基本的概念要有 写出这十篇文章的就是他 洪浩云 在听学弟妹上课时 依旧听得出他对外科充满热情 32岁的他曾经是台大医院最年轻的外科总医师 宣布出走医美问他后悔吗 他给的答案听起来轻松 却自自震撼 一开始觉得很可惜 可是后来觉得更可惜的是 我怎么没有早点走 浪费了这么一段时间 或使他做出出走决定的是台湾医疗现况 洪浩云知道他不是第一人 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以前我们开刀的时候 开完刀 学长就问说你要不要缝 大家都抢个缝 可是现在发现说 大家好像对缝伤口这件事情 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他们真的觉得就是说 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在 都不会需要靠这个吃饭 那我干嘛要学会 医疗崩坏的讯号已经响起 洪浩云从医院内部会议 就能受出危机 科部会议的时候 大家所有外科的总医师住在那边 主任跟我们讲什么 他在跟我们检讨说 上个礼拜胸腔外科的 占床率非常好95% 然后你神经外科的 占床率不太好 可能只有80几 我们怎么会在 就是我们怎么会 一堆外科医师住在这里 然后再讨论占床率的问题 医师必须得不务正业 占去了救治病患的时间 但一天24小时 时间不可能变多 该做的事却一样不能少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 台湾住院医师每周公时 约110至120个小时 相较美国只需80小时 欧盟更是只有48小时 台湾医护人员工时超长 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天方夜谭 我们的值班礼拜天就值一整天 就早上8点到 然后就到隔天早上了 所以到礼拜一就去接着上班 连续上班36小时 常人所不能急的事 医护人员却得做得到 但他们牺牲的不只是时间 还有家庭 生命和尊严 我照顾了其他的病人 可是我没有顾到我的家人 当我的父亲往生的时候 他会视我一辈子的痛 大家上班有没有哭出来 一年做 要做一次慰藉 因为我就是三餐都非常不稳定 不能好好吃顿饭 家人过世不能奔丧 这样的日子有多少人撑得下去 最新统计 台湾护理人员平均工作年资 只有约7至8年 反观英国 德国 美国 护理人员平均年资都能超过10年 纽西兰和加拿大更能超过15年 澳洲甚至长达23年 台湾二职的医疗环境 迫使医护展开大逃亡 因为护理人员被责任 这两个字压得喘不过气 医师更是不受牢基法保障 因为必须要对病人负责 你今天假如说用上下班 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病人的服务一定是说 我今天查房到一半 时间到了 我要下班 假如说要这样子的 用牢基法的规范 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于临床的服务的品质 一定受到那种影响 卫生署强调 医护人员的使命 就是要对病人负责 但要是有一天 没有护理师愿意照顾病人 也没有愿意指导的医师 那人是否还有生病的权利呢 工时长是个问题之外 医疗纠纷 更是让医护人员忘之却步 使得医生成了高风险的行业 根据阳明大学的调查统计 从2000年到2008年 台湾地方法院总共有312位医师被告 其中有80名医师都是被判有罪的 台湾医师的有罪率达到了25.6% 相较美国 他们100年来 只有一例的医疗刑事案件 而光是去年 台湾就有10名医师被判刑 也就是说平均每36.5天 就有一名医师被定罪 让台湾的医师犯罪率登上世界第一 我无能 你没办法告我 但我犯错你会告我 没有人会做得下去 而且我是为了救人 结果被告 而且还要被判刑 工作时间长 但一想到人命关天 多数医师仍选择咬牙硬撑 但救人就到自己惩罚愿常客 甚至身上得背着永远付不完的赔偿金 就算昔日有满腔热血 也终会消磨殆尽 这名病患家属 控诉的正是因邱小妹人球案 而声明大造的神经外科名医李明忠 家属认为儿子眼盲又瘫痪 就是因为医师在手术后 忘了放置脑牙监测器 以致没有察觉颅内出血 而法院在今年二审宣判 李明忠必须赔偿3341万元 这个结果让医界群情激愤 认为这起案例 装置颅内压监测器非绝对必要 况且医师根本不是加害者 最后进程主要之二 他会很含心说我为了救你 但是他这是必然的风险 但是你却认为是我害了他 那我以后不要救他好了 不想面对诉讼压力 让防御性医疗的现象逐渐浮现 看看卫生署的统计数字 国内医疗纠纷鉴定件数 从1995年的197件到2010年的485件 5年的时间增加1.46倍 也就是说现在全台湾 每天至少都有一名医师会吃上官司 而其中医疗纠纷比重 累计1987年到2010年 外科占所有被告比例达34.22% 高居第一 其次为内科 妇产科 小儿科 再加上急诊 这五大科的医师真的被告怕了 有热忱没有用了 我们在面对病患的时候 讲得很简单的嘛 就是我们把他救活了 并能感谢你大概一分钟啦 可是如果我们做错事情了 人家就是要告你一辈子嘛 接不完的法院传票 让医师到法院上班的时间 快比在医院还要多 卫生署也察觉到眼前的危机 我们也希望用33亿到52亿的 这样的时间来调高 有关于这个内外富的 这个五大科 他急诊这个五大科的相关的 有关于处置费用 打下大饼经费想留人 却依旧抑止不了 逐年增加的诉讼数字 五大接空的逃亡潮持续蔓延 逃的人很多 但也有人选择死守 清晨6点50分 官方医院心脏外科主任李少荣 从后车厢拿出白袍 这天的战线从现在开始 七点多的大外科会议 每个医师都不能缺席 轮流报告讨论交流 是累积案例最迅速的方式 会议结束后直奔开刀房 换上手术服 这一天李少荣排了两台刀 大约两个小时完成 和家属解释术后状况 接下来还有任务等着他 今天胃口又比较好 我听一下你那个肠子 11点左右开始查房 和其他医护人员讨论病例 还得抽空一些评鉴报告 一直到晚上6点 夜诊开始 好几十个病患 坐在诊间外等待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医师从早上6点多 到现在完全没有休息 看诊看到晚上9点 李少荣的一日外科生活 才算结束了 付出时间 体力其实不是最大的代价 牺牲家庭更是每个医师 必须做的选择 二四会回去陪他们 那一三五我只班的关系 一三五我只班的关系 所以像原本我今天 看完夜诊以后 我就会去我旁边住的房子 住在那边 因为我怕晚上被抠 肩上背负的是人的性命 这种责任让李少荣的牺牲成了理所当然 可是手术刀划下去的不只是人的心脏 常常这一刀也划伤了自己 我们常常讲开心脏哪有不死人的 可是我百分之九十七的打击率 我都还要面对你会告我 这就是非常离谱的事情 救人就到最后 医师变成被告 这种医疗风气在医师身上 加剧莫大压力 但其实这样的压力 可能造成的恶果 病患也得承受 可怕的医病循环 就像瘟疫 在台湾扩散开来 86岁那个伯伯 他是副主动脉瘤 然后我们帮他放个指甲 他也可以不要放 因为他年纪这么大 可能怎么样就没了 可是他选择要放 因为他不想面对那个恐惧 但是他那个恐惧就变成在我身上 我在好好的人身上 动一个 大概风险也是大概2%到3% 死亡率的倒 我那天开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压力好大 反而是像另外那个蓝宝贝 我们开微创的伴摹手术 这是一个非开不可的刀 不开他会死 我就可以放开一切的砍 会死的刀反而让医师更安心 这种挣扎矛盾 更显出台湾医疗环境的严重扭曲 尤其病患多彩刑事告诉 如此检察官便会主动介入调查 可省去诉讼费用 以刑逼名 更可以无限上纲要求赔偿金额 卫生署演进纠纷数量急增 赶紧想了对策 所以我们是希望在提告之前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调解的这个程序 那你也可以调解不要成立啊 你再去告啊 只不过这所谓的强制调解 不止病患有权拒绝 法务部更认为有危险之余 难以落实 前少事多离间境 白袍杯哥还未到终取 医生有医生的苦 但病患争取权益也是应该的 这个矛盾的问题 卫生署正在推动医疗纠纷处理 和医疗事故补偿的立法 建立一种不责难补偿制度 一方面让病人得到实质的补偿 另一方面医生也不至于太自我防卫 而造成医疗体制的扭曲 一届五大接空还包括急诊 在急诊室各种黑道寻仇 喝酒闹事精神失常等等的状况都有 使得医护人员常常被暴力相向 导致出走潮更加抵挡不住 而出走之后最多的落脚处 就是医学美容 因为医美工时稳定 风险较低收入又高 但台湾未来真的五大接空的话 将变成只有救丑的医生 而没有救命的医生 这会是一个极为扭曲的现象 继续来看 在只一年以上的急诊医护人 九层都被打过了 什么叫地狱 你们去看看就叫地狱 明明是救人的急诊室 却被医师形容为人间地狱 2011年3月 彰化原生医院急诊医师左立青 被送来急诊的两名醉汉追打 医师被打到右眼欲青 额头鲜血直流 封了40针 第二拳在过来的时候 我可能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然后就顶上又流下血出来 五大科医师纷纷出走 其中急诊医师还得面临急诊暴力的威胁 救人的同时可能会被告 还可能会被打 这种煎熬难怪可比地狱 会到喝酒的 或者是他本身就精神疾病了 他会伤害人的 那我们也认了 因为我走急诊 我本来就会遇到 那呼吸也困难对不对 先给养嘛对不对 要不要擦过来 身为急诊医师 帮学生上课 应该就是张志华最安全的时候了 但即便看着学生认真实习 张志华心里很清楚 医疗崩坏是现在进行式 眼前坐着听课的下一代 未必都愿意成为持刀的医师 一户人员逃离职场 尤其是真正五大科 他不一定是离开一届 他可能会转走风险医 可能还是会考虑小科 就是我们说像眼科 目前比较喜欢 大概可能像急诊 家人就会反对 有人是家庭反对 有人是自己想逃 若第一线没了医师 白色巨塔就会瞬间倾倒 台湾医师涌现难民潮 而大家逃往的庇护所 几乎都在同一处 处理身分间这一块 就包括细纹 正在帮病患施打玻尿酸的 医美诊所医师周尊善 在18年前是一位 意气风发的妇产科医师 那时他一个月赚100万 在同业间还算少的 没想到才过一两年 健保出现 医病纠纷变多 生育率逐年降低 周尊善惊觉如果不转换跑道 可能连吃饱饭都有问题 你可能接生一个病人 你可能打一只玻尿酸就超过他了 所以这样对比性来讲的话 一个可能花了十分钟 一个要花一天的时间 那风险又很高 如果是一般的人 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目前全台约有四万四千多个医师 其中有一万两千多人 已经投入医美市场 一届大走山 救丑不救命 是悲哀 是现实 更是警讯 医界大走山 最基础的内科外科 小儿科 妇产科和急诊 没人想去 倒是有将近三成的医师 转向医美市场 再这样下去 医疗体制不只是崩坏 还可能会瓦解 最直接受害的又是老百姓 今天医护大逃亡 带您看见医护人员 锐检里头深沉的原因 为了国人的健康 卫生主管单位 是应该要尽快解决问题 而等待的同时 且判一见 拿出更多的使怀者精神 莫忘唯一的那一片初衷 公路新闻 马上回来 好 飓风横扫 纽约之后呢 现在出现了物资荒 而且接下来 冰封暴从东北方又要来了 这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美国中共大选 最新的民调出炉 也有出口民调 结果纽约市长 同国他无党籍的 现在要挺欧巴马了 马上给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观看